近日,洛杉基時報宣布 正式任命Terry Town為執行主編 她是該部142年歷史上第一位 擔任執行主編職位的女性 據悉,今年65歲的Terry Town出生於台灣 6歲時移民至洛杉基 此前,她曾在紐約時報工作了20年 擔任各多種職位 並於2019年介入洛杉基時報 擔任專欄副主編 領導了平民版面近兩年 綠淨基時報表示 自1月25日被任命為臨時職務以來 Terry Town重組了新聞編輯報 並且更加重視傳統的新聞報道 此前,該部剛剛經歷了一批裁員 佔總員工數的約25% 員工曾於1月進行罷工而是抗議 Tinawa記者編輯報道